大家好,歡迎收看ET財子Talk 今天坐在我身邊的有Paul 蓬寶林 Paul 你好 你好 Paul 蓬寶林,我見你了 今天請你上來,真的要和大家擺一擺脈 因為我想最近極多基金經理都和我反映 客人問幾個問題都很相近 新舊經濟股如何配置、如何處理、如何緩創 第二就是面對著現在拜登是否真的可以坐穩 然後特朗普又好像不認輸的底下 究竟年底的資金配置應該怎樣做 不過其實感覺上到今天為止 環球股市的氣氛都超好 對,今年其實大部份人們賺很多錢 譬如說香港或中國的股票的股票 基本上我們大概有40%多的回復 如果你說中美,包括美國 就接近30%左右的回報 所以我想其他的做得可能更加好 所以應該的回報就相當不錯 好過曬指數,為什麼都是淺作怪 就是太多了 還有息很低 還有雖然有很多波動,很多人害怕 怕怕之後,市值繼續升 都要賣追回 沒有辦法,否則息又低 所以我覺得看到投資者就已經不怕 而且賺了很多錢在新經濟那裏 變了他有耐性和夠膽繼續持有 這個我想是很重要 所以根性就是上個星期的大跌 但是大跌了之後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買入來 其實之前都害怕的 大家覺得美國總統大選會有很多爭拗 然後有很多基金經理事先 譬如你很多大行都會出了一些紙紙給客人 說不如減減倉,等待這件事明朗化 誰知道不是 無論誰說的優勢擴大 其實市場是走得很順利的 如果我們追蹤資金流向 給觀眾多一點的指標 其實我找回上星期 至星期三為止最新的資金流向 其實環球股票基金的資金 只流入超過400億美元 是歷來單周最高 當中以流入美國為首的市場是最誇張 遇無意外應該是2000年科網股 爆破的其中一個星期以來的新高 你說基金經理都賺了這麼多 最後還要追到這麼問嗎 主要是因為我們基金經理 其實都取取了保守的策略 因為連禁大選 尤其是怕波動很大 以及特朗普不知道有什麼驚人的舉動 結果都沒有什麼驚人的舉動 所以大家都做了對沖 又持有現金 或者做其他的投資去幫忙 或者做多些債券的投資 或者做一些另類的投資 例如黃金或者其他方面 黃金你看到1900至2000元就上不了了 是的 所以我們看到其他的舊經濟跌跌跌跌跌跌的這麼慘 要撿回家 當然要撿 其實我們在玩新經濟裡賺錢之餘 一直是跑贏的指數很多 是的 但是現金的現金 其實我們是做舊經濟的事情 一直在罵 我都不知道罵了多少舊經濟 連郭泰我都要罵你 什麼都要罵 總之低的 我們覺得如果疫情一向有 或者有疫苗一出來 這些事情就報復式反彈 我們甚至因為做了經驗 就是賺多賺少的問題 所以你買這些公司基本上 很難輸得緊要 只要你不是急需要錢 錢畢業急會換 你可以等 等不到 明年年頭都要上 阿波剛才透露了一些 他們的建倉 又或者怎樣轉倉 各邊有什麼舊經濟股 他們又撿到了 待會我們再詳細多一些 再深入講講新舊經濟 不過講回整個市的氣氛 阿波剛才我都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聊天的時候 你本身還沒開節目的時候 你都說很多基金經理賺了很多 部署放假 但今年的問題是比較吊詭 你還要跨年 然後很多風險因素發酵 在資金繼續流入美國市場為首之餘 但其實有很多要防 當中其實你看到 十月經期之後 現在講一些人說 十一月驚嚇 因為你特朗普 其實今日最新的消息 就說他可能在短期內 會再向中國施加多點壓力 又或者加大制裁 然後他不認輸 就說雖然拜登贏了 但是他沒有幣 我方長相看看 我們多區會繼續入品訴訟 還有一些經濟 COVID-19等等很多因素 困擾著 其實這些是否都 怕不怕你閉上眼睛不看 不是 我覺得你已經集以為常 第一 我想跟投資者一樣 譬如COVID-19 已經知道了 而且已經感覺了 而且我們看法就是 在美國來說 都不怕 都不會封城 所以其實對經濟的影響不大 第二 其實以稅據來說 我們看的是 他死亡的人數很少 死亡率很低 對 死亡率很低 第三 我想拜登上場可能更好一些 因為他要求只是戴口罩 其實戴口罩已經可以減少很多 所以我覺得投資者已經不擔心 這個是因素 第二 就是他們兩個的情況 我們看現在大小 就是拜登贏了 當然特朗普可能是翻本 除非有實質的證據 還有其他東西 如果沒有就沒有 如果有實質的證據 那就他做 他做的時候 美股繼續好的 是不是 都是 我們看穿誰做 他們都要救經濟 還有印了這麼多錢 怎樣去恢復 因為如果你不再 那個紙棍措施不出 你就變成哪個黨執政 哪個做總統都死 所以我覺得一定做 還有就是 最好參眾兩院 都沒有一個大的結果出來 你佔那個多數 我佔那個多數 分裂國會 是的 我們看到 就是舒棍措施要出來 還有很多擔心的事情 會不會有些事情偏差了 那個政策 也都不會 譬如說對科技的反壟斷 其他事情 本來擔心民主黨 如果他一黨獨大 或者可以控制到國會 其他就做到 現在又做不到 所以股市根本就沒有怕過 照升 除非我想12月 特朗普真的有證據打官司 這樣就可能有個震撼性 因為之前一直聽說 影響美國人的選票 甚至投資氣氛 其實整體都是看經濟 剛才看到的圖 也看到 譬如美國新的確實人數 不停破頂 連春季的頂位 都已經錯過了 但是死亡率 其實大家在這張圖 你要放到很大才看到 其實在底部 是一條紅色的 是的 現在我們都可能看不到 不知道大家看不到 其實死亡率 按日不停跌 所以很多人就更加不擔心 而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Paul剛才提到的一點 就是其實要救經濟 是兩位總統的首要任務 誰坐上去都是 不過這樣 如果拜登坐上去 大家都覺得開心些 為什麼呢 你喜歡拜登多些 不是 感覺上民主黨以往的歷史 都告訴大家 對經濟和股市的刺激作用 是大些的 還有拜登旗下的民主黨 對於刺激政策的規模 是超過兩萬億的 你比共和黨上來的話 現在是在爭取五千億而已 所以其實大家在賭拜登上場 真的能夠坐穩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再撥一點 那個感覺 本來是的 是嗎 但是我看 如果你說拜登 我自己覺得 就不是看這件事 看他譬如用人 譬如說耶倫又可以來 大家都很有信心 因為為什麼呢 他已經做過金融海嘯之後 一直的時候 已經做得不錯 大家有信心 還有我覺得拜登最主要 基本上就是 不要特朗普抹車蠻 其他事情 所以投資者 對他有信心會更多 但是特朗普當然 你看他在任內 他減了稅 真的令到股市 和經濟美國 是挺好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 無論誰做總統 其實 因為他不能夠絕對控制股股 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一個比較 我反而覺得是 中間的路線 變成對美國是好的 你太極端是不好的 你好像多邊單邊 如果你沒有各國會的時候 我想真的到時 特朗普的時候 單邊主義更加厲害 變成他傷害美國 亦都更加緊要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民主黨 當然會好些 因為我想是 對美國來說本身好些 還有他比較有蜜月期 轉的時候 所以對中國的股市 和香港的股市會好些 但是如果你說 特朗普你看 現在都想做事 快要做事 我想對香港的股市 沒有那麼好 但是對美國股市 我自己覺得 影響就不太大 無論新舊經濟 都會好 尤其是 你望遠一點 明年 其實因為今年這麼差 明年就一定好 GDP 今年負 你相對今年 今年來講 經濟V型反彈 一定V型反彈 全部都彈的 所以我覺得 變成一些數據 都是好的 你說到V型反彈 其實今日才 最新見到 例如高盛份報告 最新說明年 上半年 他估計疫苗 可以全面派發 所以都刺激了 它是4月份 是 環球的GDP 其實反彈幅度 可以去到6% 比市場的中位數 大概5% 更不樂觀 問題就是 Paul說 現在我們其實 可能有機會 基金經理的眼鏡 已經看在明年的半年 那個位 以及看穿了大選 誰做總統 是不是 所以其實很吻合以往 每次總統大選之後 一個月至三個月 環球股市都升了這個趨勢 我們很簡單給大家看一個圖 我們只是用標譜500指數 其實過去七年 原來只得兩屆是跌著 是哪兩屆做那麼克制 2000年 因為當時也是選舉風波 是戈爾 另外就是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是2008年 那兩次跌得多些 其實2008年跌得更傷 差不多10幾至20% 那時候應該是奧巴馬 很克制 是的 他接了然後慢慢做經濟 是的 所以其實也是做了一個 雙機就是特朗普可以做好總統 因為節省了很多錢 夠了又做得很嚴 那你就可以放鬆 和花錢 所以其實特朗普 應該要多謝奧巴馬 是啊 但是Paul 如果我們遵從這個規律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人說 是複製2000年的爭拗 那你當時 戈爾和布什 其實都是搞了一個多月 那你搞定 但是今次說的拖延情況 可能有機會再長些 有些人說等到12月14日選舉人投票 都不知道行不行 再不行 就是去到1月頭 真的要落實 在6日那天落實 誰贏 那為我們現在再追股市 跟當年有沒有一些相比性 其實有需要憂慮 我們看少了 我覺得有的 如果你說已經拖到這樣 那我覺得12月 如果你說10月14日 那個如果出不了 就是確實不了的話 我覺得有影響 所以12月我比較擔心 第一再升的時候 不是升很多了 那看10月14日定了之後 我們先看 Ean Valley 可能是聖誕節之後 那時候買賣到1月的時候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做 經金經驗部署 如果你有怕這個 憂慮的話 我覺得11月底 我們開始會減一些 其實11月我們又加一些下去 有調整又加一些下去 那剛才跟你談到 然後加一些股票 更加多了 那所以就是 等到11月底的時候 我們覺得可能會減一些 尤其是現在看市場 應該都不錯 那不錯的時候 我們會多賺一些 所以怕怕怕 其實就是 賺錢更多了 我也很奇怪 是不是 要靈活轉身 靈活轉身 還有你走了 你真的 你是要回來 又要再做 新舊經濟也是要 很多人說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怕著來都要買 每樣都是Fear of missing out 是 舊經濟也是這樣 是 新經濟也是這樣 當然 我們常常說 未來兩個月 亦都配合Paul說的時間表 因為你除了要等 哪個總統坐穩之外 你還要看清楚 究竟那個藍浪 浪潮 Blue Wave 究竟會不會成立 即是說 民主黨能不能夠完全控制 兩個眾議院和參議院 要去到1月頭 其實才有機會 但現在看這個機會很小 是嗎 但反而國會更好 聽說 是啊 好像共和黨 還要拿多些選票 不過他應該是眾議院 還沒拿到超過一半 是 拿不到民主黨 全部都五十五十 現在 反而民主黨好像弱了在國會 反而 可能個別有幾個厲害的共和黨員 就拿到一些議席 所以這個我想大家都要留意 因為歷史告訴我們 這個都挺長的 由1950年到2019年那一屆 一個整體的調查 見到最出來的資料 是分裂國會 其實標報500平均年回報 有17% 大家都會想 吵架 為何市會好些 原來有很多大行 出報告 其實這樣更好 因為拜登有些不市場的政策 未必可以完全通過 可能加稅加到28% 或者一些監管上的問題 反壟斷 對科技來說 未必容易過得到 我覺得這件事是好事的 平衡來說 太極端偏一面 發展是不好的 所以我覺得 分裂國會 其實也看到中國說 平衡發展是最好的 希望這樣的話 但基於這個假設 要想想倉部怎樣調 剛才我們回去 一節目開始的時候 已經忍不住和大家說 調了什麼倉 最近都是說新舊經濟 我們可以看看表現 其實過去一個月 價值型的股份 其實大幅跑贏增長型股份 增長型股份 即是高速增長 進來科技 另外價值型 即是傳統的舊經濟股份 這是追蹤外國的 而我們香港的情況 亦都是一樣 如果我們用金融分裂指數 地產分裂指數 一些比較傳統的股份分裂指數 其實一個月以來的回報 遠遠跑贏恒指的科技指數 阿波現在是這一刻 讓你再調 還會怎樣調 我自己覺得兩個投資 我都繼續有 現在我們的投資組合 新舊經濟也有 貪新崩溫也忘舊 有新經濟比較多 但是舊經濟也在多 即是佔的比例比較平衡 最初新經濟比較多 年初一直到十月左右 那是新經濟最多 後來有些低位 我們慢慢罵舊經濟 那比例的變化是怎樣 譬如你說多的時候 新舊的比例是8.2%嗎 新可能8.2% 後來去到3.7% 接著是4.6% 是差不多 即是我們覺得 譬如說第一次 我們減持的新經濟最多 就是螞蟻集團 上市了 雜資了 未各自 那時候最高位 你記得那星期五我就走 那我減了一半 最瘋狂的時候 即是一部分的戶口 其他又減了 有些甚至減了一半 減了一半 減了一半時候 結果真的跌了 接著又不行了 厲害 不是 這個是幸運 不知道後來有這麼多 我沒有想著 螞蟻集團這樣 那接著 就要大家錢買 新經濟那裏 但舊經濟 也開始有跌 跌了的時候 其實有波上過去 你知道澳門那次有一個潮 我們又中了計 本來是賺錢的 那一不走 你賺10% 你不想走 是啊 那一不走就 中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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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多航空股 又是賺錢 其他我們 甚至買飛機租任 就是其實我們 挺離譜的 譬如我們買飛機 那買飛機租任好 又有色牌 高色 又穩定 又沒有跌得這麼慘 升是有份 但是升當然沒有這麼厲害 那我們其實都大包圍 譬如說零售我買到 新售禮 哦 九元買 很有爆炸力 那就跌到七元 你看看 但是你低位 其實跟新經濟一樣 如果你新經濟 調整了你的美團 其他都調整得很多 那你在那個低位 買回一些 那跟著 我的平均價格下了下來 那你賺錢的機會大了 那舊經濟也是這樣 那你 綁了就綁了 那到時你覺得 實會好回來的 舊經濟 因為很多人 都念念不忘 新經濟股 就是大家覺得 因為賺得多快 是的 還有覺得抗跌力 應該在這 我們今年都經歷過一波 回得很深 很快又想回來 你如果買錯 你買了阿里 代替京都 就差很遠 京都由三百元 一彈彈上來 今天新高 20% 美團也是 美團也沒有那麼厲害 有隻新股上市 京東 所以其實你想 我們那時候 為什麼買它 加它 就是那個星期 跌到最低的時候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 它有很多未上市 那現在阿里已經 即是上不了了 是不是 那就要等了 輪到它了 它已經有三隻 有物流 掃科 變了又好 還有雙十一 它時候 它的基數 增長會更多 我們看 還有它那個 我們不是出頭料 出頭料 就是打到悲氣 好像騰訊 乖乖地 總之你拿到的條件 我一定有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不同的 都看到畫面上 看到很多股份 都明白 阿波剛才說的話 因為高位回落幅度大 就是阿里巴巴 但其實如果你看回 上個星期 由低位反彈 只是幾個百分 但是有很多是彈得很厲害的 例如JD 其實上個星期摸底之後 彈了十幾個百分 騰訊都彈了超過九個百分 小米其實都彈了超過八個百分 所以新經濟股 接下來你剛剛報出了 不知道是否正確 就是要選擇一點 不像以前那樣 一買就整個科技股賣 是的 但是這個新經濟股 我自己覺得分類 你要買大的 波動就越來越少了 包括美國也是 美國就不是很貴 科技股 大那幾隻都是二十幾百元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不是貴的 因為它的增長實際上好 我就不覺得有疫情 它的增長會慢了 因為現在已經迫到全世界的人 工作在家 都習慣了 連香港人 根本這麼方便買東西 都叫外賣了 令外賣賺到飛起 所以根本上已經是一個習慣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些股份雖然貴 但是我們覺得不要高追 就要等到有什麼問題 下跌的時候你才買 我覺得會好些 是時候沒有 你會出手開始下第一柱嗎 現在不是 現在我反大了 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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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下跌 你沒有理由現在買 現在我覺得不要買了 好 那究竟有沒有 譬如一兩個sector 你覺得 比較有把握的 可以送給這些網民 現在比較落後 我覺得基建股 那些未追的 水泥 我們開始做一些 另外 就是最近 我很喜歡 那一隻 大家都要推來推去的 3989 就是 24元 25元 又想到27 28 我推了很多轉 有部份是這樣的 我覺得零售 其他方面都可以 另外 我也是由60元頭買 現在我沒有再加 過65元我就不買了 然後現在69 其實 看看有沒有其他危險 第四季的疫情 會不會再很嚴峻 其實機會是有的 如果說天氣 只是我們沒有那麼害怕 但是 其實天氣 和其他東西 影響會大些 如果真的 現在我們都是 限聚令那裏四人 是啊 如果不可能對它 又跌回65 或者接近 上次59 那你就可以買 好 如果又喜歡懂得穩健 那些 我覺得很多 有零售 有航空 有飛機租飲 很多方面 都可以賣 我自己可以 那變成你 就是 物流 我覺得都可以賣 物流 一向我們 組合有 636 加里物流 香港少些選擇 還有121 121 都不錯 121是一個平台 其他東西 我覺得 增長都不錯 還有大家看到 阿里和所有這些公司 一路發展的時候 增長這麼厲害 其實它都需要物流 都要物流 要不就自己建 要不就收購 要不就收購 你看亞馬遜也是 只是物流多厲害 所以我覺得物流相關的東西 一定是 要不就被人收購 又被人買 或者 它做不到 它都要找你幫忙 給你生意 所以就變得很厲害 我記得香港電視 那隻股票我們也有的 是 升了很多倍 我之前也有 幾元雞就買了 你現在有很多 其實都是要trade的 要trade 還有它最後 它都是因為生意接不接 就跌過一輪 我覺得 這些就是一個好的調整 它生意接不接 調整之後又再買 那你就可以買 好 還有你找些股份 可能能見度高一點 偶爾也有數據 你要清楚一點 了解多一點 你要明白它 最重要 你有用過的 或者你看到它的data 經常都會給你看 它的業績是否對版 今天 Paul 給了很多提示 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Paul 也有空再上來聊天 好 拜拜